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爸爸今天给出来孩子们的礼物,一直保持快乐 爸爸收下了这个Bull 爸爸说这也是奉给伊树达地的 然后爸爸把伊树达地坐在他旁边,然后也封了这个Bull给他 然后有一些特别的灵魂爸爸也依奉给他们Bull 怎么看爸爸在这个精细区域,在这个分享带众的爱分享这些Bull 跟大家分享这些Bull 我在这边看着他们 然后感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爸爸说 孩子对爸爸有很多的爱 爸爸也一样 有很多的爱 同时有祝福给你们 爸爸要每个孩子 但快乐 而且是超感官的快乐 当你在超感官快乐的时候 你唱歌跳舞和大家在一起相聚 然后爸爸说 然后爸爸说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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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大家都对爸爸有的这个爱 我们应该之间 作为一个家庭有一样的这种爱 爸爸说 这个金时代的建设的这个任务 是通过爱的力量来开始的爱和和谐的力量 我说在金时代 什么东西都是很和谐的 这个元素 这个动物 任何制造 都和谐 每个人都对爸爸有爱 每个人都对爸爸有爱 之后呢 制造这个和谐 爸爸 一直要弄一个链珠出来 爸爸你的108的链珠已经准备好了吗 爸爸说这108的链珠好的时候 还有一个更大的链珠 然后这个世界的改变就会开始 然后爸爸给这个爱散播整个世界 然后爸爸说 这个爱的这个增播放生出去 你们Brahman的这个数字 这个爱和这个和谐 去消灭 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冲突 我看到爸爸 我说爸爸 爸爸你可以准备这个链珠了 我认为你已经能够有108个了 爸爸只是笑笑 我问爸爸还要多长时间呢 爸爸说我在问你们你们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我说爸爸一定要有奇迹对吗 那个很多东西都这样的奇迹的发生了 然后爸爸只是笑 爸爸说 大家都在做努力 大家都在做福 busy in sharing knowledge 去忙着在分享这个词子 然后爸爸也会发生 然后爸爸给这个增播 每个人都有这个目标 每个人在做同样的努力 肯定的这个事会发生的 然后爸爸说 你的这个爱和和谐的这种的增播 也会带来这个自然界有同样的这样的数字 其实呢爸爸说 这个制造的出来的东西的品质 像个母亲一样 爱照顾和这个 以及牺牲自我 牺牲自己 你看到周围的一切 所有被制造者都有这样的数字 现在因为人们已经没有这些数字了 在这个世界好 已经没有这些数字 但是这些东西必须再一次回来 当大家一起有这种力量的时候 然后这个世界就会改变了 就会完全地改变了 然后爸爸说 再一次的 你这么的爱我 我也一样爱这么你 然后爸爸说 一直的快乐 保持快乐 特别谢谢母亲们 然后爸爸是的 母亲是 帮你很好的角色 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 爸爸要提醒 然后爸爸给母亲祝福和力量 然后记得 然后爸爸说 然后爸爸再说 孩子们保持快乐 然后爸爸再说 孩子们保持快乐 你们已经有爱了 你们现在需要的是这个和谐 然后爸爸说 然后爸爸改爱和思念 然后爸爸改爱和思念 但是同时非常地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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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刻是 我有神 作为我的父亲 母亲 老师 Saguru 同时是Daramraj 所以母亲作为老师 她作为老师 她带着那种甜蜜 她准备我们 这个不朽的这个角色 让我们有资格 去得到这个不朽的这个地位 所以母亲用带着爱来 使得我们成为有价值的作为Saguru 她跟我们解释 什么是正确的方向 她帮助我们特别 当我知道她是这个Daramraj的时候 我感觉到快乐 爸爸怎么样的在帮助我们 去清算我们的因果账目 这个清算所有的因果账目 所以我真的在这个礼途上 跟神有所有的这些关系 不但感觉到自己很要夫妻 在每一个时刻充满了感恩 我不需要在 来做任何其他的东西 这些人的东西 我只是要以为 所有的关系都包括在里面 她以各种各种的关系和方式 在照顾着我们 哪怕是Daramraj 她其实也是在这个照顾着我们 从爸爸作为Daramraj 你也能够明白很多东西 然后作为Saguru 你也能够得到很多的照顾 有非常高的尊重给爸爸 每一爸爸给我的这个方向和指示 所以在这个会和时代的回家的这个这段路旅程上 我们的这个被照顾一切的东西使到了都变得很容易 看着一切 神抓住他的手 达到我的完美的境界 以及同时服务着整个世界 我非常非常的 这个是我的每一个时刻 都得到照顾 通过跟爸爸的所有的关系 Om Shant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tep number nine 第九天 听不到 Ku Ming Ku Ming Ku Ming Ku Page Ku Ming G府 Ku Ming 因为人们有不同神的做的事情, 以及祂不做什么事,让我好好地听。 说神是无处不在的,每个人都是神。 他们都不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能够使人都把祂换回来。 并不是当某个人病的时候,祂不说我能把祂换回来,或者是祂不用去动手术,不。 所有的灵魂都必须面对祂自己以往的一国的账目。 虽然灵魂会被体验到这种惩罚,祂所做过的这些错的东西,神并没有惩罚灵魂。 人们明白父亲,他们说,祂是那位给快乐和痛苦的。 而实际上呢,他们还是记得神,来给他们这种宁静和快乐。 我使那个痛苦的去救者,以及给快乐的。 所以我哪里可能给任何人。 有很多自然灾害在发生。 这个叫自然界的灾害,不是神的灾害。 当有这个海啸的时候,消灭一切东西。 为什么要怪在神的身上呢? 这个元素,成为他们的灾害了。 完全的那个不按规矩了。 他们说,每一个这个叶子是神的指示才会动。 因为他们说,神在每一个叶子上面。 难道神会去做这些,让这个叶子做事情的这种的命令吗? 这个自然界的每一个元素都有他们自己的规则。 每个都是他们自己按照他们自己的规则在运作。 很多人说,你知道一切在我们心里面想着什么。 我们不需要告诉你我们心里面的事情。 我教你们。 我也在看着你们。 作为一个超脱的旁观者。 你们来到这里, 那是为了学习。 你们也可以跟我有这个心对心的交谈。 告诉我你心里面有的什么东西。 我是那个不跟你计较的。 看看我从你那边拿到的是什么东西, 而我给你的又是什么东西呢? 我把你一切的旧的东西拿走, 而给你全新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我被称为是给予者。 没有其他的给予者像神一样。 我是这个无私的。 所以我做我的服务是无私的服务。 我并没有任何的期望。 我只是来给我的孩子们爱。 以我的行为, 我带来这个世界的改变。 我使到的孩子们成为新的世界的主人。 我自己呢? 不成为新世界的主人。 我服务你们, 但是我不会体验到我服务的这个成果。 这个被称为是无私的服务。 而我是唯一的无私的服务。 这个改变了一切。 我的心告诉我, 他说讲东西是真的。 同时呢? 这个我的心是发现到这些改变太快了。 我一直抓住以前对神的一些理解。 神是谁? 神做些什么? 神不做什么了? 我开始欣赏。 他为什么被称为是给予者。 因为他是被称为无私的。 我非常感激这位神来保护我,指示我。 教导我。 好,今天就先到这样。 想想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让你的心体验什么是真的。 自己能不能和你练习。 佛经理解释得十分了。 佛经理解释得三字。 吴 Shanti, good night Dear Sweet Sisters and Everyone 吴 Shanti 吴 Shanti So Claudia, you know Many people blame the Father 我认为神做很多事情,现在我们明白爸爸做什么,爸爸不做什么。 当你来到爸爸自私的时候,这种改变,你带着你自己传统的这些认知。 这些对你带来什么改变,在你的生活起了什么的作用。 一个很大的解脱,我们的,我和我的姐妹,好像感觉到解脱一样。 因为我们的父母亲并不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所以这该发生的就发生。 所以当我来到自私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人该负的责任,虽然他是全能者。 我们,这个Brahman,虽然不是在这个宗教的家庭,但是我得到的这些认知。 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去Retreat,在一个地方,所以当我们去这个Retreat的地方的时候,那个交通堵塞。 但是我们必须准点道,我们自己有的事情要准备,所以我们必须做瑜伽,然后爸爸。 他说,为什么你这样做的,这个是交通的这个阻塞,我们必须想办法走其他的这个便道还是什么。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爸爸带来,他的角色是,不是,是来治理这个灵魂的境界。 所以这是我所理解的,而不是有什么情况。 有一个Brahman的姐妹,然后他的母亲状况很不好。 然后他说,爸爸,他也是你的孩子,为什么你不那个做一些事。 然后他的这个角色就是这样,所以让他那个去换身体。 这些都是一个过程。 这些都是一个过程。 谢谢。 这个神在保护着他这么长的时间,所以他现在要换身体了。 。 我想问你们一个是,今天是母亲日,你们可以分享。 告诉我们你的关系,跟爸爸,作为母亲。 是的。 昨天我说过是,在做瑜伽的时候,是感觉妈妈是我的照顾我,找到我。 。 妈妈是我的母亲,她让我一直一直的提升,因为有一天你必须自己占你,所以她给我很多的照顾。 这个我,那个情绪不好,境界不好的时候,一个母亲非常有智慧的母亲,然后教去这个世界,告诉这个世界我是你的母亲。 他们说男孩子显示父亲,女孩子显示母亲,所以我们一个这样好的母亲。好,谢谢你们。 ,谢谢。 Aum Shanti. Aum Shanti. Thank you so much Claudia. So now we have our homework. 所以今天的功课 在甘露时间我记得爸爸这位无私的服务者 那位没有任何期望的 我记得爸爸那位无私的服务 那位没有期望的 当你在四次走动的时候 在加上管事的服务 像父亲一样让我也不要有任何的期望 然后这个检查表的时候 爸爸并不体验他的服务的成果 他是真正的无私的服务者 我是否有那种 没看见的这种的期望 从我的服务之中 今天我所做的 我是否有任何的这个不满意 所以看看我的心 和我的心思里面 是否还有任何的期待和期望 使到我对这个不满 所以用八个字去或者是画一张图画 然后去形容 当你有这种的期望的时候 他对你的影响 我对你的影响 Anyway, so that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and on the next day So all mothers, can you wave your hand? Didi is looking at all We as mothers the part which Baba has given us is so important and great that we will not have any sorrow because of attachment or expectation I think if we keep this thought then our stage will be consistent we will always have of elevated very elevated thoughts we know will end for everyone so to remain happy to enjoy Baba's blessings of singing and dancing in super sensual joy we will remain completely free from any kind of attachment or expectation so we have good homework also for tomorrow so we will check pay attention and then again on my behalf and Avakti Parivar team I want to again wish you all very very happy Mother's Day and also all those in the team all young sisters, mothers each one of you you are playing part as world servers so happy Mother's Day for young ones as I said world mothers and also younger mothers older ones om shanti who are there as simply as if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